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好 我是小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手机应该如何录屏 也许你现在用不到 但是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得到 那么说到手机 就一定要分开安卓和iOS两个操作系统来说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安卓手机 那么对于安卓用户来说 在5.0之前录屏可谓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如果不给手机root 几乎没有办法很方便的去录屏 后来因为安卓5.0支持了这个悬浮窗的功能 所以才给这个录屏软件提供了机会 录屏软件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在手机的最上层添加一个监视层 用来记录并保存手机屏幕下所显示的所有内容 比如说游戏或者演示操作等等 那么现在国内几个知名的ROM团队 都已经在系统内置了录屏功能的软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个来体验一下看看 那么其他品牌的手机先别着急 我们在后面会推荐其他第三方的录屏软件 我们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官方的 通过测试几款不同品牌的手机 发现了系统内部已经内置录屏软件的ROM 有锤子的Smartinx OS和小米的MIUI 这个Vivo 魅族还有华为 那么其中比较好用的是锤子的Smartinx OS和小米的MIUI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Smartinx 点击桌面上的录屏图标 或者在下拉菜单中打开 那么顶部就会弹出一个状态栏 我们先打开设置看看里面的选项 里面可以选择录制声音的模式 那么系统声音就是指录制系统内部和产生的声音 比如说视频 音乐或者游戏等等 那么下面也有提示 那么第三个选项录制麦克风声音 就是会把系统声音和麦克风一同录下 那么这样就可以方便在录制游戏的时候加入解说词 即便是戴了耳机也是可以的 非常方便 那么分辨率有720P和1080P两个选项 在录制按钮旁边还有一个图标 是前置镜头的选项 你可以在录制的时候把自己的画面一并录进去 也是针对游戏解说使用的 可以在录制的过程中随时关闭或打开 马率和格式都不能设置 默认的是动态马率一般在20P左右 这个其实是挺高的 我们在网络上分享一般4P就足够了 格式是MP4 帧率是60帧 缺少了设置选项让操作变得非常简单 但是难免会让人感觉有些不够人性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功能 就是录制完成以后可以截取其中一部分 然后生成GRF 这个小功能还是值得点赞的 缺点就是这个状态栏会一直显示 而且无法下拉呼出这个通知栏 由于这个状态栏区域比较大 所以也会遮挡一部分显示的画面 但是好在这个功能比较丰富 软件层面解决咱们刚才说的这两个缺点 也不是什么大难事 所以期待下次更新的时候能有改进吧 小米的MIUI目前只有开发版增加了屏幕录制的功能 文字版可能需要再等一等了 打开系统工具文件夹 滑到底就可以看到屏幕录制的图标 在设置选顺中可以自定调整参数 那么基本的功能也都有 点击录制按钮会在屏幕上出现一个非常小的小图标 那么这个相比Smartinson OS就要好很多了 开始录制以后 这个小图标还会自动半透明 不会照到画面 也不会影响手机的其他功能 那么MIUI的屏幕录制功能 那么想比Smartinson的屏幕录制还有几个地方稍差一点 第一个就是帧率只能选择30帧 虽然说这个也够用 但是帧率一定是越高越好嘛 那么第二个就是录制完以后不能生成GLF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在录制的时候同时打开摄像头录制 就是没有这个主播模式 最后还有一个是录音的问题 MIUI的这个只能分开选择麦克风或者扬声器 扬声器的意思就是系统内部产生的声音 前面也有说过 如果你需要录制的时候加入旁白解说 这个可以选择麦克风的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游戏的声音是通过扬声器传出来 然后再通过麦克风录进去 等于翻录的意思 所以效果就会差很多 而且你戴上耳机的话 这个麦克风是无法录制到游戏内部的声音的 那么这样看的话就不太适用于游戏解说的录制了 这几个功能我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遗憾的 仅仅有这个基础的录制功能 具体怎么使用还是要看大家的使用需求了 希望MIUI在之后的升级能加入一些更丰富的功能 其他方面没什么可说的 界面都非常干净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那么其他几个ROM自带的屏幕录制软件 我们就不逐个演示了 因为这个缺点比较多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Vivo不能自定义设置 默认式720P 可以录制声音 录制时候也不会显示录制按钮 魅族不能自定义车置默认式720P 无法录制声音 录制的时候也会显示录制的按钮 华为不能自定义车置默认还是720P 可以录制声音 但是录制屏幕只能录5分钟 录制的时候也会显示屏幕按钮 非常的不好用 如果你现在用的 不是前面所提到的这几个操作系统 也不用担心 只要你的安卓系统是5.0以上 就可以下载第三方的录屏软件 比如说 低录屏 弯豆甲录屏 录屏能手 录屏大师 萌兔录屏等等 都是可以用的 通过对比发现 录屏能手和弯豆甲录屏 这两个相对要好用一点 无论是从功能层面 还是从操作方式来说 都比其他几款要好用 甚至有一些录屏软件 简直就是流氓软件 这个里面内置的广告和弹窗特别多 比如说小鹿录屏 这里面的弹窗和广告 就别提有多烦了 就不推荐大家去下载了 如果要用的话 这个录屏能手和弯豆甲录屏就足够了 如果你还有其他第三方 比较好用的录屏软件 可以在这期节目的微博下留言 或者在B站的弹幕上跟大家分享 好了 安卓版的录屏软件 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一期再聊一聊 iOS应该如何方便的录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